新浪的各位网友们,大家好,我是叶玄,在水城维尼斯,跟大家们好。 叶玄上次有去过干纳,然后这次来维尼斯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? 感觉挺不一样的。 维尼斯给我感觉这是很浪漫的一个城市。 我们昨天刚到晚上去吃饭嘛,就在城市的那些小巷里边穿梭找那个餐厅。 一边走一边就觉得好像有点回到了咱们上海那种弄堂的感觉。 但是你会看见有小河,有船,就是感觉这么浪漫的城市在地球的另一端,感觉很轻松,很放松。 在嘎纳的那一次因为也非常的紧张,人也多,很热闹那一次,就不像这次觉得很轻松。 上一次去温尼斯,去干纳也是杜西风的导演的电影,然后这次,这次部电影也是由杜岛监制的。 你觉得两部电影里面你的角色有什么变化或者突破有没有? 挺不一样的,这两部电影其实我都是一个杀手嘛,你都看了哈,两部电影都是杀手。 但这一次造型就非常的冷艳,然后这一次这个角色为了感情而演的这些戏,发挥就比较多。 本来刚开始拍这一戏的时候导演说,你的角色就叫女人,然后就是跟一个男人,跟一个老头,就角色就叫老头这样子。 你们一起去杀人,就没有设计是有一些情感戏的部分,那么对于女演员来说就会觉得,哎呀,好像缺失了什么。 因为女演员比较在行,那就是演一些感情纽带啊,这些润滑剂一样的元素在电影里。 结果后来拍了几天以后,导演说,哎,我发现你和古天乐打乒乓球那场戏,你们俩有一个很暧昧的笑。 我和杜导演,我们商量过以后,觉得你们可以发展一些感情戏,然后就把这个情节改变成像现在这样了。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比起复仇来说,应该是发挥空间更大,更有意思。 这部戏里你演的那个女杀手,可能身上去杀人的想法,可能远不如对古天乐的感情,对吧? 可能内地观众接触你的,包括电视剧啊,电影啊,可能都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角色比较多。 你是不是觉得身上有某种气质来让导演或者让,选你去演这样类似的角色呢? 就是这种情感丰富的角色吧,情痴一样,对对对对,我好像以往演的也这一类比较多,就对情感特别的义无反顾的那种角色。 其实我觉得这属于是郑导演和杜导演看到我身上的这种潜力吧,本来设计这角色的时候没有想到是这样的,然后越来他们就越加得多,就最后甚至是,就这么聪明的一个女杀手,义无反顾的被古天乐给杀了,就知道他杀我,含着泪,知道他杀我,让他杀,也不逃,也不反抗这样子。 因为就是角色里我们是合作非常密切的伙伴,我其实是很了解古仔他的一举一动,下一步要做什么,这个时候还能够做到那么冷静的,从容的去为他死,这是一种,确实是,情痴才会做的事。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真的是导演他们有这个会演吧,会看每个演员身上的特质,他演什么会比较好看,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角色。 下一部戏火龙里面的角色还会跟这个差不多吗? 火龙其实也是,我发现导演就是搞着搞着就变成是这样,在火龙里就是为了黎明赴汤导火,义无反顾的,就是好几次救他,就是枪战里把他救出来,在火海里救他,也是这样。 这个新发型是不是会代表着一些改变或者是什么? 这个新发型呢,其实是我拍火龙杀青那一天,就前天要上飞机来威尼斯,那么杀青了以后呢,黎明就把他的胡须给烧掉了,他不是在戏里沾着胡须吗? 然后就说你要上飞机了,可是你这发型不长不短的,该修修了,其实我也想修,我还在犹豫修成什么样的时候,他说你干脆就剪特别特别短那种,他给我勇气鼓励我剪成现在这样,就当场就给剪了,所以,然后在同事们的怂恿下,变成现在这样。 然后下面的戏是不是,如果让你可以卷择的话,你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? 我其实,我接下来会再跟杜导演合作,他们会再帮我量身想一个角色,那我觉得我个人的话,我比较倾向于演武侠片。 对,因为我其实一出道就是因为那个古典美太奖,才入的行嘛,我看到了。 对,我看到了。 对,华一小姐,我就,当时在电视剧的时候就演过很多的古装片。 云海那样的。 云海,你有看啊,谢谢,在深远什么的,然后在到了电影以后,正好香港这几年很少很少古装电影,所以一直都拍了时装电影,我自己心里还是蛮想再当侠女,再去演古装的。 不过古载有时候我们应该也在另外再拍一部什么爱情片啊什么的,那可能我觉得演一个纯爱情片也挺有意思的,因为近年演的总是动作啊,枪战啊,杀手啊这种。 有没有想法向内地进军呢? 其实我本来就是内地人啊,我其实是向香港进军了差不多十年,进军到一个程度别人都以为我是香港人,其实我是杭州人。 那,呃,内地是我的老家,我肯定会兼顾这个市场,而且现在香港的演员,电影公司都往内地去合作和拍片,包括火龙也会在内地上瘾,所以肯定将来咱们见面的机会会会很多啊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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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